哈喽大家好我是菲菲 我这个老JK又来了 大家都看过我上一期教你们的百字教学吧 那么这一期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些 当你在摆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脑补自己是一个很美的样子 但其实拍出来很丑的那种动作雷点 出篇毒药 那么现在来到了一个我的快乐老家 就是好了 那今天就在这边给你们示范哪些是错误的动作 那么开始吧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拍摄的时候 大家经常会有那种摸脸啊 靠头的动作吧 大部分新手都会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你们这群老实人挤压到自己的肉了 比如说这个靠头的动作 如果你真的把自己的整个头的重量都靠上去 这脸侧面的肉不都挤出来了吗 整个一满脸很肉的画面 而且不仅可能挤歪了 脸上涂的粉都要捏走了 所以正确的应该是 就把手搭拉在脸上就好了嘛 不要真的按上去 你们看我可能是靠上去的动作 但是其实我的头是独立支撑的好吗 只是让它碰在手上而已 轻轻碰到 下巴也是这样的同理 那把关于这个头的都说完了 接下来说说关于身体上的 一些不能挤压的地方 你们还记得上一期视频里面 我撬二郎腿的时候 突然换了个腿撬嘛 就是因为如果上面这个腿对着镜头的话 那么小腿的这块肉就会这样子被挤出来嘛 所以就不能拿着这个腿这样子撬 你要这样撬 那么如果用这条腿撬在上面的话 这样子在镜头里看起来就不会觉得很粗了 有没有学到呀 接下来说说手臂哦 本粗膀子对手臂的角度是颇有研究 像现在这样抱着这个毕业证书 靠在旁边的话 再细的手臂都遭不住这么压 而且整个人看上去有那么点猥琐 但是如果是像这样把两个手臂打开来伸展开 一瞬间就感觉瘦了五斤有没有 还有这样一个手臂向后伸的动作 要注意的点就是 不能真的把重心放在那条手臂上 还有手臂跟身体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能紧紧贴着 不然像我现在演示的这样 它其实都有一点变形了 其实不仅仅是这两个动作 我们平时摆别的动作的时候 身体舒展开来 也会比蜷缩在一起更上兆的 还有一招是我以前在网上学的 就是比如说像现在这样拍小腿的侧面的时候 这样子这个肉不就垂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偷偷的用这个手 在这边把这个肉给揪过去一点 小腿一瞬间好像就瘦了那么五斤 给你们看一个对比哈 现在这样是揪了 然后没揪 结果我都有点疼了 好的 接下来说第二点 就是像年轻人 很多人都会有的一个坏毛病 就是会hold背嘛 像我也会 所以就有的时候刚开始拍的时候 整个人还是挺挺拔的 但拍着拍着 你整个人放松下来之后 就不自觉的就会垮下来了 你们看这是我hold背的样子 这是不hold背的样子 是不是整个人精气神都差了很多 我感觉这件事都不用我说了 大家都知道要让自己的体态变好 气质才会变好 像那种紧前身啊 圆肩啊 这些坏习惯 其实我也有的 这些呢都会让我们的体态看上去不太好 就是那种体态大师之类的那种相关的改善体态的视频 我自己现在也在每天坚持做 嗯 坚持做应该是有用的哈 接下来说第三点 第三点呢 就是常常是你们摄影师的过啊 就是你们在注意光线和构图的时候 可能就会忽视模特在那个角度下 他摆的动作可能就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奇怪 大家都知道不要让头上长束 不要分割线穿头 但是在注意机位和构图的时候 就忽略了在这个角度下 模特动作的不协调 像我现在这个姿势就是跪在地上 如果摄影师的镜头不找角度 是跟我一个平视的话 这样看上去就很像下半身失踪 救命SOS 双腿截肢 下一秒就要去卖身脏腹的那种嘛 但是其实只要稍稍的换一个角度 就像是现在这个机位 把机位抬高 然后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在上半身 就不会有截肢的感觉了 马上就可以改善咯 很帅 还有就是像现在这样 虽然看上去是小腿靠着鸡变很长 但是大腿那一块就直接失踪 就好像腰下面是靠着两条小腿在行走 但是如果测一点拍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 然后整个人的线条也会变得更好看 最后我们来说说躺下的角度啊 像这种正面怼着模特的脸 哦 是要给我拍遗照吗 你们看到那个字了吗 醋就是我现在的心情 还有这种从鼻孔角度拍的 如果说刚刚那个是遗照的话 这个可能是命案现场 正确的角度呢 就应该是你站在模特头顶 然后侧一些些的角度 就像是平时的俯拍的侧脸的那种角度的感觉 这样子对脸型和鼻孔都十分的友好 好了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咯 有没有说到一些你经常会犯的错误呀 如果有的话记得及时改正 这头发都变成条形码了 好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溜